弟兄姐妹们平安 欢迎来到圣经加油站 我是今天的加油员刘兆睿 我们今天的灵修进度 来到彼得前书第三章 我所选读的重要经文是八到十二节 我们先一起来诵读 总而言之 你们都要同心彼此体恤 相爱如弟兄 存慈怜谦卑的心 不以恶报恶 以入骂还入骂 早要祝福 因你们是为此蒙照 好叫你们承受福气 因为经上说 人若爱生命 愿享美福 需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 嘴唇不说诡诈的话 也要离恶行善 寻求和睦 一心追赶 因为主的眼看顾义人 主的耳听他们的祈祷 唯有行恶的人 主向他们辩脸 我为今天领修的经文 所定的主题是 离恶行善 接下来用问题询问法来看 今天的章节 有什么需要守的诫命呢 就是不以恶报恶 以入骂还入骂 祷要祝福 有什么应许 就是主的眼看顾一人 主的听他们的祈祷 有哪些可以避免的罪呢 就是没有禁止舌头口出恶言 也没有禁止嘴唇 说出鬼诈的话 有什么可以应用的 就是要离恶行善 寻求和睦 一心追赶 对上帝 有什么更新的认识呢 就是行恶的人 主也是会向他们辩脸的 我的想法是 在箴言第十八章 二十一节说到 生死在舌头的犬下 喜爱他的 必吃他所结的果子 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一个 水能载舟 亦能复舟的道理 若想要种瓜得瓜 种豆得豆 就端看我们如何运用 话语的能力 彼得在第三章开始 教导了我们 在家庭里 夫妻寻求和睦之道 在此不多赘述 总结就是在第八节所解的 总而言之 你们都要同心 彼此体恤 相爱如弟兄 存慈怜谦卑的心 这段话说来容易 但要说到做到 这又是一段 理想与现实的差距 是一段不容易的距离 但是在箴言第十章 十一到十二节告诉我们 一人的口是生命的泉源 强暴蒙蔽恶人的口 恨能挑起争端 爱能遮掩一切过错 我们昨天分享过 要跟随主的脚踪行 他被骂不还口 受害不说威吓的话 如果我们扪心自问一下 觉得主没有看过我吗 我的祷告没有被垂听吗 那么这里已经告诉我们解方了 姐妹们 做妻子的可以让你的丈夫 因着看见妻子们 有贞洁的品性和敬畏的心 虽然不听到 也可以因妻子的品性 被改化过来 而弟兄们 当丈夫的可以因着敬重妻子 便叫你们的祷告 没有阻碍 就像马太福音第五章十六节当中 耶稣告诉我们的 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 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 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 不以恶报恶 以辱骂还辱骂 祷要祝福 所以让我们都能为荣耀神而活吧 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 谢谢你应许 凭着耶稣基督的保险遮盖 让我们有信心和盼望 可以借着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 使我们重生 即使在百般的试炼中 有暂时的忧愁 但叫我们的信心既被试炼 就比那被火试验 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 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 得着称赞荣耀和尊贵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